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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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二购物清单开始 按照惯例啊 前面两个是你们懂的 就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 要不要入手好不好 虽然双十一过去也没多久 我购物车里面又加了一长串了啊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这咋回事呢 怎么就就就就就收不了手呢 嗯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个 这个已经在微博上有好几个姐妹问过我了 说哎呀抱抱他们家这个瓶 怎么样啊 你有没有用过啊 就是这个 HBN终于新出的这个洗面奶 别的不说 你们看这个包装质感啊 贼好 这个头做的很厚实的 我看网上有人说 他可以媲美某些大牌截面 就是原谅在下呢 比较贫穷 没有用过什么大牌的截面 我自己认为就是这种清洁产品啊 洗面奶 卸妆膏啊 卸妆水啊 卸妆油啊什么的 性价比高不高 在我这里是优先选择的 要知道很多大牌的氨基酸截面啊 它最多就是一重 或者说是双重 双重氨基酸 但是HBN这一支呢 用到了三重氨基酸复配表活 这还没完哦 它还有惊喜 另外呢 还复配了三重 发锅进口 舒缓直萃 作为一支截面来说啊 这个配方真的是诚意满满 而且它又是三无 无防腐剂 无酒精香精 无色素 敏感肌或者是痘痘肌肤 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 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啊 就像酸奶一样流动性很强 起泡特别的快 搓一下就出来了 我平时吧是比较懒的 基本上洗面奶都是徒手起泡 这个稍微搓一下 就有这种绵密的泡沫 很丰润 用量也是非常省的 基本上一粒黄豆的大小 就可以足够用来清洁脸部了 它没什么香味 闻上去就是那种淡淡的 天然的原料的味道 还是挺舒服的 我为什么非常喜欢它呢 是因为它的洗感很舒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这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氨基酸截面的 它虽然非常的温和 但是总感觉它洗不干净 洗完以后脸上有一层膜感 我闭眼发了 所以有点迪赛啊 HBN这一支呢 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温和的同时呢 又保证了清洁力 冲洗完了之后呢 干净清爽 不油不闷 不紧绷 不拔干 不假滑 更加不会那种搓盘子 我手头大概开了七八瓶截面吧 但是最近就是独宠它 真的没办法不爱 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款温和不刺激 但是清洁力又OK的截面呢 选它选它 不会错的性价比注啊 OK 第二个 艾尔博士的这个微精水 这不是才刚过双十一吗 怎么就已经有姐妹在催了 你们是上次没买呢 还是已经用完了啊 用得这么快啊 有出抗劳需求的姐妹 一定要看看它啊 反重力系列呢 是在他们家那个基础的 益生菌水乳上面做了提升 用料和技术都没话讲啊 里面添加的是发酵喝枣 能在抗氧抗糖的同时呢 维护皮肤的微生态 帮助舒缓 另外还有看家成分 就是玻尿酸和益生菌 这个质地还要我再给你们 展示一下吗 真的都说烂了 算了 流程还是走一遍吧 它静置呢 是这一种凝动的状态 这喷头不要直接对着脸喷啊 要挤到手上 一抹开就瞬间化水 看到了吧 延展性还是非常高的 为了保证这个活性成分啊 它采用的是一个微囊的包裹技术 我为什么说话大喘气啊 在按压泵头的瞬间呢 这一些微囊就会被挤破 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就被释放出来了 这一瓶里面有整整上万颗微囊精华哦 现在秋冬天不是皮肤特别容易干燥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你皮肤虽然干 但是你补任何滋润的东西 它都吸收不进去 这一瓶上脸的存在感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有一个非常牛的促身技术 完全不用担心吸收的问题 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非常的沁润 点上一些干燥啊毛燥的地方 就是一用就瞬间抚平 高保湿高渗透滋润又清爽 适合全复制来使用的一款产品 我前阵子不是去移兴泡温泉了吗 然后我就带着这一套的水乳的一个小样 一整夜在空调房里面哦 第二天反正起来嘴巴都干得起皮了 但是这个脸呢依旧是很水润的 牛 我顺嘴再提一下他们家这个B5的一个喷卧 就是平常你洗完澡以后 不马上护肤的时候 用它来喷一下 补补水还是非常好的 或者说妆前喷也可以 就是当爽肤水用嘛 它的喷头很细 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 哦 看到吗 很细 成分非常简单 就是纯补水 还有一点点的修复的效果 像我现在画的妆喷也是OK的 它没什么味道 用起来很舒服 关键是它很便宜 我记得100毫升 也就30多块钱吧 用来凑单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它又很好 又不会像有一些凑单的东西 买回来了以后就很鸡肋 它是可以真真实实用得到的 好东西 买回来也不会浪费 我是不是很机智啊 这个大家小本本记下来啊 要凑单的话就选它 好嘞 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双十二的清单 砸得很砸得很 我觉得还是按照我 这个购物车里面的顺序啊 双十二呢 衣服啊什么的 会稍稍多一点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家店呢 没买过 但是已经收藏很久了 想买一下 他们家这个棉服 它是稍稍有一点短款的 然后是这一种 翻领的一个棉服 我感觉还是很百搭的 下面穿阔腿裤啊 或穿牛仔裤啊什么的 都很合适 而且它这一款型挺好的 现在价钱还没出来 不知道多少钱 好在它原价也不是特别贵吧 然后接下来呢 还是他们家一条这个lagging 我这个人吧 你说我怕冷吧 我挺怕冷的 你说我不怕冷的 的话呢 我也不怕冷 大冬天 我也只有穿一条裤子 我从来不穿秋裤 就像今天一样 天气比较好的话 其实我穿一条这个lagging 就足够了 如果再冷一点 可能会下雪 或者是零度左右的天气 我就会单穿一条 加绒的裤子就OK了 然后这种打体裤 就是多多衣扇嘛 因为我平常买的 都是黑色的比较多 然后我这一次呢 想买这一条橄榄绿 它的颜色呢 也不会说特别的浅吧 就可能因为太浅的话 穿了会显腿粗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调的 还是挺好看的 好 第二家就是 TOMS的这个牙膏 耳童的 胖子上次买的两只 已经全部用完了 所以这一次 刚刚好就给它补上 它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用的 这个牌子的牙膏 因为很大只 像有一些耳童牙膏 就比较小 就老是要买 很烦 这种大只的呢 能用个一阵子 接下来是一个 这叫蓝黄的 可生食鲜鸡蛋 这个鸡蛋真的有点贵 10830枚 就是原价的话 我自己其实不是 爱吃一个生蛋的人 但是呢 我感觉这种 可生食的鸡蛋 是不是会稍微的 有机一点吗 我在超市买鸡蛋 也是减那种 最贵的买 但是呢 你说到底好不好 咱也不知道 毕竟不是自己家里养的 对吧 我是买给胖子吃的啦 胖子其实也不爱吃 这种生的鸡蛋 或者是那种流心的鸡蛋 我买回来就是把它 当做一个正常的鸡蛋来吃 就想说可能品质 会比较好一点吧 这个也是看人家推荐的 从来没有尝试过啊 我买回来试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又是一件衣服 这个是代购店里面的 Well done的一件毛衣 这个毛衣感觉是不错 而且它是正反 两面都可以穿的 所以我觉得 哟 这个等于说 花一件的钱 买两件衣服 对吧 这样算下来的话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而且我觉得 蛮百搭的样子 是我喜欢的风格 但是呢 我不一定会买啊 我先加个购物车 再考虑一下 因为要买的衣服挺多的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 是看到微博上 有一个博主背了以后 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家里总共两个保温杯 一个老翠用了 一个胖子用了 那两个呢 也都不是特别的可爱 不符合我的气质 所以呢 我想要买一个 符合我的气质的 就是这一个 挺可爱的 还有一个可以背的 背带 毛绒绒的 哎呀 我第一眼看中 我就说 一定要买这个 它外面这个毛绒绒的东西 不单是装饰 它是像一个小口袋一样 你是可以放东西 在里面的耳机啊 纸巾啊 口红啊 什么的都可以放 我觉得 哎呦 这个确实不错 而且它是魔术粘的 粘在上面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这么多的话 你就把它撕下来 这个真的太可爱了 太戳我了 接下来就这个燕麦奶 要补货了 家里全都喝完了 我就是想买这个 六盒装的吧 因为我上次买 也是六盒装 它是保质期 时间挺长的 一年左右吧 所以我觉得 存着挺划算的 像我的话 基本上两三天 就要喝完一盒 所以应该不是 什么大问题 最近我都 基本上都是 自己在家做咖啡喝 因为家里有一些咖啡 需要消耗 但消耗的话 要过期了 接下来呢 是一件大衣 这个大衣 是我在小红书上面 看到这个店主 自己发的 然后他发了一组 各种穿搭 我觉得哎呦 这件大衣 还挺百搭的样子 但是这一件呢 它不是特别的贵 我不知道它质感怎么样 因为像这种 秋冬天的衣服啊 就是便宜的 跟贵的 它那个质感还是挺明显的 不像就是夏天 你随便买件T恤 可能几十块的 跟几百块的 相差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大衣这种东西 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是这么觉得啊 看一下评价是还可以了 我现在买这种大的衣服 都会比较的深思熟虑一下 不像以前一样 想买就马上入手了 因为这种东西很占地方 还是那句话 家里没地方放 好不好 我已经断捨离了好几件大衣了 这件我还是保佑一个观望的态度 还要再考虑一下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大衣 我要对比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是卢西河的一些糕点 我看前阵子李佳琪是零食节有上 就前几天 但是呢 我是后来等过了零点以后 才看到 那就没办法买了嘛 那就算了吧 自己买一点 原味的桃酥 然后还有一个 就上次买的凤梨酥 我觉得很好吃 他们家凤梨酥 这次再买一点 然后还有呢 就是榴莲饼 这个没吃过 上次去那个店里也没有 所以也想要试一下 就这三个 接下来呢 就是阿西哥 都是裙子 半裙 我觉得秋冬天穿半裙 还挺方便的 一条是这种黑白格纹 然后里面呛了点蓝色在里面 它有长款跟短款两种 我应该是买长款的 长款一个比较保暖 第二个你也不需要想着 下面还要再怎么搭配 反正就一条打底裤 一双鞋就可以了 我看它这个模特图上面 穿这种黑色的大衣配 里面就穿一个简单的打底 就可以了 还是挺百搭的样子 好 第二条呢 是灰色的羊毛流苏长裙 也是很百搭的样子 而且我没有这一种类型的裙子 就是下面有一点点小虚虚的 感觉还蛮灵动的样子 但是我感觉这个材质应该会乞求 先买了拿回来看了再说吧 有可能会退啊 这些衣服 不是说全部都会留下 先买过来试试 然后还有一件毛衣 就是它跟这条裙子搭配的黑色的毛衣 这一件毛衣我有点犹豫 要不要买 感觉这样子配着挺好看的 想要照着一套买 但是我家毛衣太多了 而且我发现我的衣柜里面 不管是卫衣毛衣还是什么 都是这种套头的比较多 你们知道套头的衣服 就是因为像现在虽然是冬天 但是你去一些店里啊 或者去商场里都是有空调的 那种套头的外套啊什么的 就特别的麻烦穿脱 所以我现在尽量买一些最开的外套 或者说是衣服 这样子的话你要脱也很方便 因为我真的是已经吃过这种亏 上过这种当了 穿了那种套头的羽绒服 人家热的都脱得只剩一件T恤了 我还包在身上热的满头是汗 但是又脱起来真的太麻烦 而且好丑 露得脸上的妆什么的都刮了 所以我现在尽量少买一些套头的衣服 家里够多的了 这一件也是观望一下 接下来呢是这一家的毛衣打底 它这种就是很轻薄很轻便的 穿在大衣里面的话既保暖又很舒服 这一家我也算是一个经常回购的店吧 他们家的衣服都是比较基础的款式 比较百搭 而且质量呢也还不错 所以我会经常上新的时候就看一下 本来我是想买一件粉色的 但是我想想还算了吧 粉的如果不化妆的话会很村 还是买这个宝蓝色的吧 还显白一点 他们家这一次双十二上新 我暂时是只想买这一件 但是说不准啊 说不准 我一会晚上还得翻翻 深圳半夜没啥事做的时候 就是翻淘宝加购物车 好接下来呢又是一家的裙子 天哪我怎么那么爱买裙子啊 这条裙子呢跟阿西哥那一条 你说像吧也不是很像 你说不像吧又有点像 也是格子的 只不过它没有配一些亮色的色调在里面 但是这一条呢 我看它的尺码是比较小的 最大马的腰围也才七十二 我应该不知道 这两天好像肚子稍微小一点了 你应该可以穿吧最大马 它这条裙子的形呢是压的比较扁 褶子也是比较平的 所以我预感啊 如果Alma我穿着鞋很小的话 它这个褶子会被我炸开 你们懂吗 摆着裙炸开 胖的人都知道啊 所以这一条我也是买回来试一下 试一下 接下来呢是一组袜子 这个袜子的形状我还蛮喜欢的 长度就是那种中筒袜的长度 然后吧很多袜子 它的开口那里是做收紧的 那种呢特别显脚粗 一定要买这种上面的开口是宽宽松松的 你这样子搭配legging啊 或者搭配裙子啊什么的来穿 才会有那种堆堆的显瘦的感觉 然后我这是买一组 总共是五双 这五种颜色都是不怎么会出错 很百搭的颜色 好接下来呢又是一件大衣 哎呀我最近搞错了 上面的一件我说是看到 某红书上面某它这个店主牌的 我怎么记得是这一家了 忘记了啊忘记了忘记了 反正这一家也是在我购物车里面 我也忘记是怎么家的购物车了 也是一件黑大衣很百搭的样子 价位呢跟刚才那一件是差不多的 我现在又仔细看了一下 刚才那一件大衣的胸围有点小 它只有两个码 S码跟M码 M码的话胸围只有110 这一件虽然是军码 但是它的胸围是有124的 那一件我感觉我就直接pass掉了 因为像我如果要穿出宽松的感觉的衣服啊 不管是上衣还大衣外套什么的 最起码胸围里面都要到120 刚才那件pass啊 先把这件留下 接下来呢是一条家绒的打底裤 对这个就是我最多下雪天会穿的裤子 它里面是有这种绒的 我这次呢不想买黑色了 我想买一条深灰色 感觉用来配裙子啊 或者单穿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接下来呢是一个四件套 这四件套特别的可爱 牛奶绒的小熊的 我就一直等着它打折 前阵子我就买了一套那个黑白格的 七盘格的 很便宜才一两百块钱 但是质感确实差一咪咪 这个感觉质感稍微好一点 虽然它也不是很贵啊 你们看这图片可不可爱 适合我的气质 好了值得说的呢也就这么多吧 还有一些杂提杂吧的东西 再说的话就太碎了